葛珮帆議員跟著是易志明議 多謝主席 我很擔心現在很多議員或成年人都鼓勵年輕人去公民抗命 剛才好像何秀蘭議員所說 都遇了承擔刑責 鼓勵年輕人去犯法 我覺得似乎不是很負責任 我想問一問警方的問題就是 今次就說預演了 即是五百多人 有這樣的經歷 亦都大塞車 要很多人才可以處理得到 亦都要很多時間才能處理得到 如果下次他們現在說理真了 即是不止五百多人了 可能幾千人 那警方打算如何去處理呢 副校長 主席,多謝郭議員 第一樣,警方其實今次的部署 如果在效率方面 是比以前任何一個拘捕行動都更加有效率的 那就是反映出什麼呢? 今次是有部署 和應變方面不同的考慮 亦都在安排方面呢 比過往呢 都是更加做得好的 我舉例了 今次呢 我們整個行動呢 在清場的時候呢 一個小時呢 我們處理大約九十幾人 差不多一百人 在二零一一年呢 七月的時候呢 七一的時候呢 亦都有一個拘捕行動 拘捕一百三十五人的 當時的拘捕行動 一個小時呢 處理五十人 那即是今次的效益呢 是一倍的 郭主